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成立 新加坡食品与生物技术创新研究院 推动我国的食品创新研究 研究院明年上半年启用 希望能够协助我国实现 到了2030年自产30%营养需求的目标 这是番茄红素 番茄的鲜红颜色就由它而来 要收集一公吨的番茄红素 要从新加坡大小的 番茄田地收成里提取 不过等量的番茄红素 也可以在新科研的实验室里产生 这样的研究项目 未来将归入新成立的研究院 茂工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 在亚太农业食品创新峰会上 宣布成立新研究院 将新科研的多个研究机构和项目 并入同一屋檐下 新科研表示 研究院将综合资源希望成为业界的一站式平台 研究院的主办公室位于奇奥城 并在肯特冈和玉郎设有实验室